大家好 搭建wordpress网站小程序 如果是从零开始做的话 那是一件很繁琐的工作 我们做了一张从零搭建wordpress网站小程序的全图 这节课呢是讲解 顺便讲一下整个运行的原理 那这个图如果不讲解的话 估计不容易看懂 我们从下往上看 第一步是最下面的阿里云控制台 从这里购买育米和服务器 因为阿里云的虚拟主机不支持SSL 所以说要购买ECS服务器 提供育米和服务器的厂商很多 这里以阿里云为例 购买育米和服务器之后 开始工信部的备案 备案需要20个工作日 备案是免费的 备案需要提供很多资料 这个大家可以参考我们的wordpress基础教程 里面有个课时是关于备案所需要的资料的 第二步是宝塔Linux面板 类似的环境也有很多 这里是以宝塔Linux面板为例 将来搭建网站申请SSL 设置为静态都很方便 比较匹配 宝塔Linux面板可以安装NGX,THP,MyCircle,FTP,备份网站等等工作 具体面板的使用方法可以参考我们的宝塔Linux面板新手教程 利用面板可以创建wordpress网站需要的空间和数据库 空间可以用FTP软件来管理 也可以用面板管理 数据库可以通过面板自带的PRPMyAdmin来管理 第三步是wordpress网站 这个是整个全局图的正中心 我们先看左下角那个https,SSL加密 这个是微信小程序强制要求的 这个SSL加密有免费的也有付费的 它旁边那个固定链接也就是伪静态 这个和主机有关 主机不同 设置方法也不一样 这个https和伪静态这两个东西都是和主机有关的 接下来看一下主题 微信小程序对于主题没有限制也没有要求 具体主题的使用方法可以参考我们的wordpress系列教程 比如Avada主题,BE主题,RT18主题 主题不一样 也许会存在与小程序的兼容问题 如果将来遇到了问题 可以通过把wordpress主题切换成默认主题来试试 我的achair宝箱这个小程序用的是newspaper这个国外的主题 目前来看还没有遇到兼容的问题 wordpress主题的功能可以理解成是网站的皮肤 在wordpress网站里添加页面、文章、图片 这些都是内容 内容通过主题的组织方式 形成最终的那个页面的样子 最后呈现到用户面前 用户可以通过电脑和手机的浏览器可以看到 网站的样子是主题提供的 但是网站的内容是wordpress的内容 也就是数据源 这个网站的内容数据源是整个全局图的中心的中心 我们看网站的内容 比如关于我们页面 文章库 文章库包括文章分类列表和文章详情 文章分类还需要封面图 这个以后做小程序的时候会用到 文章详情包括文章标题和正文 正文还包括文字、图片和视频 这个视频小程序只支持本地的MP4和腾讯视频 另外最好是开通文章评论功能 刚才说的那么多都是内容 这些内容可以通过主题转化成网站 让电脑和手机浏览器访问 当然也可以切换其他主题 换一个主题就会换一个网站风格 但是不管怎么换主题 这个网站内容是不变的 这就是内容与形式的分离 主题只是形式 关键在于网站的内容 然后我们看左侧 叫Reset API插件 这个插件它可以把Wordpress网站的内容 转化成小程序需要的格式 第四步 接下来我们看左上方的微信公众平台 它正上方的那个小程序开发工具是第五步 这个第五步的开发工具是通过第四步的公众平台来获得的 先有第四步 再有第五步 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免费申请小程序 最好使用企业主体 会涉及到银行转账之类的需要认证 如果不需要接受用户打赏 可以不用每年300元的认证费 而TX保箱这个小程序是没有开通打赏功能的 第五步 小程序申请之后 获得开发工具 这个工具就是个软件 支持Windows平台和苹果的Mac平台 这个软件有点像Dreamweaver 可以边开发边预览很方便 这个工具也是经常更新的 除了工具之外 我们还需要一个开源的小程序原代码 这个后面教程中会讲到 我们要对这个原代码进行改造 让它与Wordpress网站对接 要修改很多参数 改造过程就是让小程序调用Wordpress网站的内容 这个是整个教程的重点 后面会有详细讲解 改造好了之后 可以把原代码提交到微信公众平台去审核 审核通过之后 可以发布 发布之后在手机微信小程序里 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可以转发文章 可以分享到朋友圈 以上就是从零开始搭建 Wordpress小程序的全图讲解 这节课就到这里 下次课见 Illya 这个微信社会 点击 millennium 明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